来自中国的消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名字叫财新 胡舒立这个创始人是很有名的 他之前创办过这个财经 后来被中宣部赶出来了 然后财新冒头了以后 我们看到了很多在当前中国舆论压制的状态下 很难冒出来的一些新闻标题 但是从2021年是吧 他们被官方贴出了白名单 这个 现在又有一个媒体叫第一财经 是吧 上海的 原来可能是东方广电台之类的 那么来自上海的第一财经 为什么最近经常受到人们关注呢 因为他们连续三天 或者叫连续三次 应该这样说 就最近连续在冲塌 那之前我提过一个报道 就关于月收入2000的 这个月收入2000以下的大概有9亿多人 这个新闻就是来自第一财经 第一财经后来又发了一个叫 法治经济才是最好的市场经济 那我们这样说吧 他最近一段时间发的一共有三个 我一直引用的这个 9亿人 9亿多人 是吧 月收入不到2000 这是来自上山容易下山栏 这是我关注他的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是 对民营经济最好的承诺是 放手放权 就这个听起来就完全跟现在的 这个环境是格格不入的 是吧 有点 太小资了 比较理想化 对吧 中国的现实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不是在质疑当前的经济政策 甚至政治风力 那么紧接着我们又看到 这个最新冒出来的这篇文章 是吧 法治经济才是最好的市场经济 你要知道2016年当年提出来这个中国加入世贸15年了 应该给中国这个市场国家定位 这个话题吵了整整三年到了2019年中共已经自己取消了这么一个口号 他已经不在乎你认定他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了 其实根据他最近十年来的倒行历史大家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他不再追求市场经济了 习胖做的是像他宣传的那样做大做优做强国企把整个国民经济收归到他所管辖统筹的范围之内 即便是原先对外搞活的一些民营也给他基本上搞死了 那搞死了以后他可口声声还是要这个拉动经济 甚至要加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甚至对民营经济还有一些呼唤 去年今年都有类似的政策出台 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一点 他是把原先改开这三十年过程中 结成的利益垄断全部打破了 然后重新规划一下 他想按重启键的时候其实并不容易 就如同过去在动态清零的这种管束中 他其实打乱了原先的国际供应链 许多西方国家被迫改用中国周边国家的生产链来补齐 前期的短板 就你说暂停就暂停了 但整个世界经济不可能因为你的暂停而停摆 那经济活动必须要延续 怎么办呢 你的供应链出问题了 它就必须得重建自己的供应链 就像美国人提出来的一样 要建立一个安全有效的供应链 那么把安全摆在第一位置上 就如同现在我们在西方看到的 对华为产品的不信任一样 原先即便用了你的 他都把你拆了 是吧 包括中国的一些电力设备 他都给你拆了 甚至国家补贴 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 都在采取类似的步伐 那么供应链的这种调整 也包括美方对中国出口的 半导体产品 包括英伟达 最近爆出来的这个信号是 专门为中国生产 符合美国商务部管控的 这种产品 那你就应该明显的能感觉到一点 中国经济实际上既不是市场经济 也不会放权 那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财经 人们经常能够联想到的就是 上海 是吧 作为一个中国经济的发动机 那么他们 发出这种声音 到底是在干什么 如果在20年前 甚至是 11、2年前 习胖上台以前 发出这样的报道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国社会的讨论 是多重的 有呼唤 这个加强管束 是吧 因为 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柱 有七个被外资控股了 然后这个 中国非常危险 经济的未来向何处去 有这种 论调 但更多的是 在控诉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歧视 在加入世贸以后 经常对中国进行反垄断的调查 而且 因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所以往往参照物都是 他们认为的跟中国环境差不多的国家 以他们为样本 比如说 拉印度拉斯里兰卡 作为样本来参照 这样一参照 一代入 基本上就把中国定为 中国产品定为这个 倾销了 是吧 这很容易理解 那么 中国政府一直在 寻求的 一个对等的待遇 比如说 当年的承诺 是吧 你答应了 十五年以后 一定会给我们市场国家定位 他就忘了一点 在加入世贸的时候 他也答应了 许多 承诺过 写在协议书上的 这些东西 其实他都没有做到 包括金融的对外开放 是吧 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达成 喊了几年了 或者说 之前喊了十几年 然后最近又喊了两三年 说加大力度的 开放金融 是吧 其实到现在为止 你也没看到 真正的成果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第一财经 还会有相关的文章 发出来呢 其实你明显的 能够感觉到一点 中国真正 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 在罗斯科里 做到场的 这些新闻媒体 不是没有 是非常罕见 之前我们看到的 财新 闭嘴了 现在第一财经 冒出来了 其实都在告诉你一点 中共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 习近平对国内的管束 统治 跟朝鲜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在朝鲜的话 这一类的文章 根本就发不出来 跟这个金家王朝 这个意见不一致的声音 是不会让你冒出来的 而在中国 我们连续几年 不停的能够看到 类似的文章 很多人他以专业的角度 提供了一些数据 你基本上拿他 没什么好办法 最明显的就是 李克强担任总理的时候说 有六亿人月收入不到一千 那你这些东西 在今天的中国 其实你还是能看得见的 可能看到的 不像之前那么多了 他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 中共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 而且习胖对整个中国的 这种管束压制 在某些程度上 是有bug的 那么合理的利用这些漏洞 来对他推行的政策 进行反击 让人们看到 在中共内部 其实总有一些声音 是在不断的调戏他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一些乐趣 虽然我们知道 发出这些文章 意义并不大 对改变中国现行的政策 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但是你还知道 只要那小厨头不停地跑 是吧 终于有一天能把这个高墙跑到 它的基础在晃动 是它内部的人在晃动 这么庞大的一个专制国家 真正发生改变的 始终会是在内部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